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檢討 今天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趕快來看這個禮拜五 臺北股市的表現 臺北股市禮拜 這個禮拜五一定要收紅 很明顯 因為最後一盤 這個拉了大概四十五點 拉了誰 拉了台積電 今天還包括中鋼也互盤 台達電也互盤 為什麼這個禮拜一定要收紅 我們先看一下K線 這禮拜的K線 這個霞幅震盪越來越明顯 先下後上 K線越來越短 因為明天就是公投日 大家知道臺北股市對於投票 通常都很敏感 所以大家就開始有點擔心 所以這個霞幅震盪非常明顯 這是日線等級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周線的部分 周線收了一個十字線 如果從形態來看的話 其實已經到一個收斂 三角形的末端 所以這個到底公投對臺北股市 下個禮拜影響怎麼樣 我們待會跟我們的技術面大師 杜靜雄杜老師來做討論 另外我們看一下昨天的美國股市 這個也非常的熱鬧 因為昨天的美股特別先從道琼看起 道琼原本上半場是大漲的 結果最後中場是小跌 二十九點收了一個黑K棒 為什麼 因為受到了科技板塊的重挫的影響 因為科技板塊對於升息 特別的敏感 因為這種成長股最怕升息 所以昨天的納斯達克 是開高一路走低 幾乎收在最低點 把整個上 昨天的這個紅K的實體 K棒全部吞噬掉 所以這個臺股有公投日 那美股今天晚上有什麼 叫做市污日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市污日對不對 就是指數期貨 指數選擇權 各股期貨跟各股選擇權的結算日 通常市污日按照過去的經驗 都是一個波段的轉折 所以大師 這次的市污日 是在今天晚上的美股要出現 那小編說會不會這個事污 疑似有烏雲要來 待會兒幫我們做這個解讀 那我們趕快看一下 這個因為昨天是超級星期四 很多的央行開會 特別FED 我相信這個內容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明年三月要完成TAPE 然後明年可能要升息三次 等等 通膨不是暫時的 那下調今年的GDP 不過是上調明年的GDP 那另外最新消息包括今天早上英國 這個G7 第一個升息的國家已經出現 那挪威也升息 所以大師 現在全球籠罩在 升息循環的過程當中 怎麼做觀察 我們再看最後一張 這個這張圖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就是過去FED主席的身高 就代表他任內 這個利率會到哪裡 從最早的倭克爾升高最高 格林斯潘 柏南克 然後葉倫升高越來越矮 所以一路一路的都是這個降息循環 現在鮑爾的升高大約是180 所以至少比葉倫高了30公分 所以感覺像明年升息三次 聽說後年也要升息三次 在後年再升息兩次 所以大師怎麼做一個觀察 美國10年級公債的殖利率 已經從高檔走到最低 已經走了四十年的下跌 大概是在七年的八月 那現在其實還沒有調高利息的時候 美國10年級公債殖利率 已經是從零點五 大概盤總漲到1.7%的高 所以已經有在反映 這個利息走高的一個跡象 既然這個FED主席 把利率決策的未來升息的步驟 講得這麼清楚 代表未來貨幣政策影響資本市場 這個疑慮就慢慢消除 因為他講得很清楚 而且今天社會論有寫一個非常好 就美國FED的貨幣政策 不是太緩慢 就太過門 那這一次好像是下要下的 比較重一點 本來從一百五十億變成三百億 就是最主要解釋不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股的部分 這個大肆有準備幾張字卡 讓大家來做分享 盤式的話 我們其實在剛才大哥有講 現前會拉到波段高點 可是也不會讓你全部賺錢 因為你全部賺錢 你明天就投票了 所以讓你短套 可是也不能讓你短套太多 所以今天拉尾盤意思意思 大家看明天的 今天這個盤算是人工美 還蠻明顯的 而且你看到今天早上我們前 就看到美國大跌 那你今天他刻意的跌六十幾點 一直拉到平板附近 一直在那邊鎖 最後還用台積電把它拉上來 拉的是十四點 因為有四個案 所以只能拉四十四點 那我們大盤的話 理論上現在是下探短線的底點 一七五五五六 再來這幾天做反彈 可是我們現在因為很多的投顧 法收位 投手有萬八 萬九 兩萬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跟大家解釋 我個人的看法 這是我們等一下 另外我們總體經濟化 我們稍微看一下 現在最主要是CPI 那看美國的CPI是那個六點八 CPI九點六 都非常高 那臺灣的話我們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是十二點八四 那我等一下會把臺灣六十年的CPI 畫一張圖給大家看看 我剛剛眼殘你知道嗎 嚇到臺灣CPI十二點八四 沒有啦 這是哀啦 那時候在民國六十四年有 我曾經有 對 我那時候練國中有說四十八 搶衛生紙對不對 我這麼胖 搶了好幾張衛生紙 那我們剛才那個大概有講 QE 本來從一百五十億收為三百億 所以這個確定 那有的人認為你確定完以後 你調高利息 就從六月 因為他三月QE收完 可能目前就是六月 那剛才大家可以有講 前後大概三年時間應該會調了九次 因為央行貨幣政策一轉完 他不會馬上轉回來 他就一直慢慢的調 調快調慢的動作 等於未來三年全球資本市場 面臨的是升息循環 對 這個趨勢沒有改變 對 那我們剛才有講說 他還沒有做動作 其實美國時間起工債 先反應 就從七年的低點零點五 今年盤中有到一點七四 那雖然說昨天是確定完以後 美國時間起工債有往下拉回來 可是他這個趨勢應該是一直會慢慢往上 這是美國 那美顏值也是一樣 我們經常看臺幣會不會升值的話 就是看美顏值 那因為臺灣CPI高的關係 所以臺幣會特別強 是認為你把臺幣維持比較強勢的話 你的CPI會有壓低的動作 所以在年底的時候 你會看到臺股這一次的臺幣超強外資有稍微 上行有買超 可是最近又開始做賣超 對 因為臺幣走強的話 代表大家的購買力會增加 會增加 可以壓抑一下通貨 對 這個是我們總體 我們等一下要報告 那我還是跟大家投顧投信的看法 我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說假設你認為零年是一個多頭 一定是元旦最低 中秋高點 縮盤高點 你看我們今年的一月最低點是一萬四千多點 有沒有 一月開盤的時候最低 一四多 我們看一下XQ的K線 最低 一月 我們今年一月 你看到開盤 一月有沒有 中間有回檔 可是縮盡高 所以今年算一個漲二十趴左右 因為我們臺股連三年 三年前漲二十三趴 七年漲二十幾趴 今年到現在是二十點多 有沒有 對 年三年漲二十幾趴的話 是不得了的事 就是今年 那如果說你認為明年會比較 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那我等一下會解釋說 我們認為 現在回來那張 我們看一下字卡 如果是左空的話 大概都是 遠彈是二五月高點 中秋是低點做反彈 那我有舉一個例子 民國七十九年 八六八九 一百零四一百零七 這個代表這幾年都是 那我們如果萬一是高點的話 很多機會都會落在二月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二月是我們春節過完以後的 中年節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舉這個例子 所以會有節氣變盤 明年 對對 是這樣推的 我們看幾個圖卡 你看到我們現在整個大盤 大家看一下你現在是在萬八 這附近盤整 所以選錢本來都是在高檔整理 大概也有 那我們現在剩下明天的公投 還有一月九號的補選 那這兩個就稍微有一個政治的 戶盤的動作 這是我們大概目前 那以後他就會回歸跟國際股市做同步 所以我們現在大盤將在這個附近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 這是六十年來的 臺灣的蓬盤 你看到民國六十四年 民國六十八年 就是你去搶衛生紙 那時候 對 因為我那時候練狗中 有沒有 你看我這麼胖 一定可以搶得到 而且搶完以後 我媽媽還誇我 不錯不錯 有沒有 所以這個才是股市會崩盤 那你看到現在 我們到今天十月份是 十一月份是二點八四 可是整年度是一點九一 那像央行昨天不是講 明年大概會比較下 一定會升息 可是他CPI會消耀降 可是一定會升息 他認為通膨還是暫時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析 所以這一次的通膨是有 可是不像以前那麼惡性的通膨 所以是大家在走這個通膨 所以我們等一下選股的時候 我們會講說 如果是通膨升息的話 有一些類股是受惠股 大師在第二階段選股邏輯部分 會提到升息受惠股 那我們提醒大家 下禮拜開始公投完以後 大家一定要租一條連線 連線 今天大概一六八四四 因為我縮盤大概一六八四四差不多 所以來講的話 我們在這個十月的話 有碰到第一次連線 那你現在的話 連線每天加十四點 所以如果說他現在可能以後 慢慢扣底會跑到萬七 那你大盤的話 你萬八要夠 拉開 如果說萬一大盤沒有拉開 再來測試連線的話 就第二次 那一般來講 我做的計算分析裡面 連線有三次機會 第一次會強勁緩彈 第二次還是會緩彈 可是相對你就會比較 萬八沒有過的話 小心回測年線 但是年線又是回測第三次 就不一定有撐 那我們用十二個月的走勢圖來講 你看我們十一月份是漲了一點八 那十二月份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漲了兩% 兩%左右 算還不錯 那一月還不錯 一月份還有一個機會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經常有一個 元月份效應 那我們今年是一月二月一號除夕 沒有 過春節 除夕 那還有一個日子 大家一定要記得 二月十五號元宵 所以如果說我們假設規劃明年的話 你這個月剩下九天 十二月份剩下九天 如果有的話 一月九號補險完以後 到二月十五號以前 這邊是一個相對好的 後段的賣點 或是高點 所以等於說短線上還是有行情 但是到那個時候要找賣點 找賣點 就是說那另外一講話 今年過完以後 從生肖來看一下 我們規劃整年度 所以你看到我們臺股十二生肖裡面 我們今年是牛年快要過 現在漲了二十趴左右 相對很好 有沒有 可是臺灣的這六十年來 我們的這五年 房錢都不大 比較 但有點虎頭蛇尾 因為我們臺灣股票 沒有辦法如虎添翼 我們臺灣是五十一年二月九號開盤 所以明年的二月九號 我們交易所會慶祝 我們的股市是六十年一夾子 那連升一夾子很重要 另外我們再分析盤式的話 你剛剛提到元旦跟中秋 都是變盤時節 就是說多頭市場一定是元旦最低 中秋最高 後最低 那現在在哪裡 現在如果說我們假設 我現在 我腦中的規劃 是說我們現在不是說最高 那明年我剛才有跟大家講說 假設明年的二月十五號以前 有沒有 是 是我們這一波的高點 因為我們這一波已經走了十三年 那有人看萬八 有人看萬九 有人看兩萬都沒有關係 那這邊 所以明年第一季 這邊給他寫二月十五號 可能是高點 如果是一個高點 那晚以後就可能 等到中秋才是買點 買點 這是非常清楚 如果說你認為是多頭市場 當然這邊是最低 那晚以後就走這個 所以大家用這個過完年 那個就力過完年的高低來判斷 當年是走多走空 那是一個很難 那我舉例說 我們為什麼一直跟大家提醒 如果萬一我們講說 明年過完年四月高點的時候 你看到我們在二五月出現高點的機率很高 真的 七十九年 八十九年都是 公平把上萬點資料拿出來 那後面的資料我們不中 你看上萬點的時候 明國七十九年 七十九年 那時候一二六八二 那時候我在某一家自營商 當 還要當小蘿蔔頭 所以他十個月 八個月得了一萬點 還要我就是 我那時候小蘿蔔頭 所以沒有被壞掉 沒有受傷 那他是二月十二號 民國是七十九年 那時候我當主管了 可是那一年我很幸運 我把股票賣掉完以後 我連身的賺了第一桶金 我小朋友靠這一桶金養大的 就是一零三九三 花了不少的獎金 那時候就財務自由了 接見 可以 稍微好好養強 所以大家記得二月上次的關鍵的月份 現在二月十八號 有沒有 所以七九八九兩次的大空投 都是二月十二 二月十八 那在最近的這一次是有沒有 一月 一百零七年 那我們麻煩這邊寫下 一百一十一年的春節 沒有 營銷是二月十五 如果說萬一 我們假設說 零年 虎年的話是開高走低 那你應該賣點賣在一月到二月十五號 這邊 我們用這樣來分析 那我們再看最後一張 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擠這個 我因為一生做得最好 所以我每次都會修這一張 民國八十九年的時候 八十八年 我那時候賺了四十五趴 我在某一個自行商 那八十九年的話 我那時候持股蠻高的 公司有五十億 你看賺錢有沒有 短短一個月賺了十幾億 後來剩下賠的剩下兩億 還有就失憶跟回憶 這兩億 後來選完以後 彈上來三月十九號選完以後 想要跑掉 就趕快全部把它砍了一半 砍了一半 第一次碰到連線 再來第二次碰到連線 第三次碰到連線完以後 跌多少趴 跌四十五趴 所以我們剛才不是有一張投影片說 碰到連線的話 第一次會反彈 第二次也會反彈 第三次 第三次不要 而且要加速趕底 而且要設停算 所以這個民國八十九年 是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說你假設明年的二月十五號 是一個波段高點 不管說上哪一個點 大家一定要掌握這個 落袋為安的一個契機 謝謝這個杜大師 把這個明年的第一季行情都規劃好 大家知道要找賣點 好 非常謝謝大師的一個分享 那同樣的問題 我們請一下這個阿格力 來 阿格力快速幫我們補充一下 對於台北股市你的看法 好 那剛剛技術分析 我們杜老師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就從基本面來跟大家講 其實很多投資人很怕說 這個台股會崩盤對不對 到底有沒有基本面 我跟大家講 如果跌的時候就是買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直接從這個數據來看 這張圖是台灣的未完成的訂單 檢客戶的存貨 簡單的來講 如果這個綠色的注重體越多 代表這個新訂單的增加還是有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的台股為什麼能逼近萬八 就是因為在10月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 突然 快變成負值了 就是沒有新訂單 可是10月突然拉了起來 所以台股為什麼現在有撐 那我們從過去 2013到現在的軌跡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當這個 未完成訂單點 客戶存貨很低的時候 其實台股都在相對一個低點 所以在現在這個此時此刻 數據來看 台股就算跌的話 也不至於到崩盤 因為這個基本面 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好 那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是電子零組件的年增率 剛剛那個訂單是不分產業的 我們就來細節看一下 電子零組件 畢竟台股裡面權重最高的 就是這些電子股 半導體Lag 那我們同樣 一樣的方式 2012年到現在一樣 當這個出口值 電子零組件的年增率 它是負的時候 台股也在相對一個低點 這就是台股指數 可是你看今年11月 這一根這麼的長 而且你要知道去年 其實激情滿高的 所以從這兩個角度來看 台灣的這個基本面 目前沒有什麼太大的疑慮 所以主人與狗 這個主人目前身體還很雙元 身體還不錯 沒問題 好 那我們再來看整個排式 上面這個是加權指數的走勢 我給大家看一下多空的力道 這個圖叫短均線多頭排率的加速 就是這個均線 如果我們用比較短線來看 那現在的這個多頭還是大於空頭 就代表說短線上其實還沒有轉空 那如果當這個紅線往下 綠線往上的時候 例如說在這個時候 那時候7月不是跌得很長嗎 對 空頭股票比較多的時候 對 你看 當時候台股就有一個急劇的下跌 那我們可以搭配均線多頭排列加速 因為怎麼樣 長線保護短線 我們看一下 當這個指標也是出現這種死亡交叉的時候 其實台股跌的相對比較重 可是目前這個階段的話 多頭排列加速 而且是長均線還在往上走 所以我覺得整個大盤 如果有震盪的話 其實還是在買點 好 謝謝阿格莉的分析 這個長線保護短線 那誰保護長線 基本面保護長線 是 沒錯 好 這一段先到這邊 下一個階段 我們趕快跟大家討論一下 現階段最重要的選股邏輯在哪裡 大K今天要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 那希望大家持續支持我們加入訂閱 成為我們財經大白化的一員 一起在股市中成長 不管你是財經小白還是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